還是你用拍照機會,所以也可以唷 好,那這個 大哥,你先坐一下,待會就換你了 好,然後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,你看得懂這個稿子嗎? 可以嗎? 那我們先錄,藍色是凱莉的字嗎? 我們錄前面兩句好了,好不好? 就是一開始他講話這個 喂,你怎麼一直會在上棟裡啊?外面天氣超好的耶 我們先錄這一句就好了 那你先看畫面,我們先看一次 你稍微知道他在講什麼話 好,那我看看你這個,你有沒有打開來 好,這邊還有準備一講話嗎? 喂,你怎麼一直會在上棟裡啊? 外面天氣超好的耶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保障了 好,這樣子 可以嗎?我們先錄看這一句話就好了 好,很恐怖喔 其實我第一次配音也超恐怖的 可是配音我就覺得很好玩喔 好,那我看看你這個,你有沒有打開來 好,那你待會就拿著麥克風 連對麥克風講話就好了 我們先試一次沒有關係 好 你記得他待會那個跳過去 跳過去的時候就開始講說 喂,你怎麼一直在上棟裡啊?這樣子 好,你速度跟回上也沒關係 只要把畫慢慢講完就可以了 好,我們來試試看囉 好 好 再給我回去上課吧 你讓他再坐在電腦前面了 好 聽起來不錯喔 來,大家給他打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個還不錯,我們來聽聽看喔 這個還不錯,我們來聽聽看喔 先看搭上你的聲音 看搭上你的聲音 好嗎? 你讓他再坐在電腦前面 好 好 好 這個位置沒有對準沒關係 這個我們稍微調一下 之後他就會對得很準了 好 那再來我們換那個 這位大哥換你了喔 我們來試試看喔 好,很流喔 那你就是下一句 他就說外面聽力超好的欸 然後你就要說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保障了 好 好 這個我們先看一下 先看一次喔 你是我的男朋友 對啊 所以你們會輪流輪流獎 但是我們先用一句話 你們先練習一下 那待會兒我們就整句一起來了 好 我們先看一次喔 你上課吧 別讓他再坐在電腦前面了 我把音樂關腳比較安靜 欸 你怎麼一直挖在帳篷裡啊 外面天氣超好的欸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保障了 保障 怎麼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保障了 好,可以嗎 好,那我們準備來了喔 好,可以嗎 好,那我們準備來了喔 對,這次我們正式來囉 好 電腦前面了 喔 注意喔 欸 你怎麼一直挖在帳篷裡啊 晚年天氣超好的欸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保障了 保障 我跟你說喔 這 好,再來一次喔 我剛剛忘記把那個東東的聲音關起來了 好,我們再試一個喔 待會兒就可以聽到你的聲音囉 對,我們再來一次喔 預備,開始 欸 你怎麼一直挖在帳篷裡啊 晚年天氣超好的欸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要拿到保障了 保障 我跟你說 好 OK 好,我們來稍微拼一下齁 看看會是什麼樣子呢 你怎麼一直挖在帳篷裡啊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要拿到保障 保障 保障 你這樣 你就幫東東講話啦 OK 好 大家哭哭哭哭 這就是配音的遊戲 好玩嗎 好玩嗎 妹妹 不會啦 你看有那麼好的都不好玩 喔 看你就知道你有天分 好 那我們現在正式來一次齁 好 我們讓那個妹妹來先齁 妹妹先來錄 錦麗 麥克風給她齁 那我們就去往下面錄 就是下面這一句齁 就是 對 就是 寶藏 我跟你說真的要尋寶的話 就當古堡才對啊 那我們一樣再看一下齁 他怎麼講話的齁 先看一下齁 好 我們先看一下齁 好 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寶藏了 寶藏 我跟你說 真的要尋寶的話 應該去山上那座古堡才對啊 蛤 是說的 你老爸說的啊 每個古堡都有秘密通道 而且裡面還藏著一堆寶藏啊 好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沒關係 你就是把話給講完就好了齁 那我看你能 我們能錄多少就算多少 不用緊張 我們方輕鬆來錄就好了齁 這樣就在玩遊戲 好 稍等一下齁 要等一下 好 準備囉 好 試試看來 不關在說啦 我就快拿到寶藏了 寶藏 寶藏 我跟你說 真的要尋寶的話 應該去山上那座古堡才對啊 好 是說的 好 好 好 我們再來一個齁 剛剛我忘了把台幣已經關掉了 好 所以你剛錄得很好 你都跟上了 非常好 來 你可以坐下來 坐下來錄就比較輕鬆了齁 對啊 站著 站著比較有力 你是專業的 不錯不錯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一次囉 你剛錄得很好 就到剛剛那個來就好了齁 來 等我破關再說啦 我就快拿到寶藏了 寶藏 我跟你說 真的要尋寶的話 應該要到 山上大 你做古堡才對 好 是說的 好 好 OK 不錯不錯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再把下一句話給錄掉 我們再聽一下他講什麼齁 蛤 蛤 是說的 你老爸說的啊 每個古堡都有秘密通道 而且裡面還藏著一堆寶藏呢 可是 好這句話 可以嗎 好準備囉 嘿 呃就是你老爸說的啊 每個古堡都有秘密通道 這句話 好 好準備囉 加油 好 好 小心一下 好準備 來 蛤 是說的啊 可是 嗯 好 不錯不錯不錯 好 謝謝你小妹妹 那我們再來換 這位小可哥 好 欸 還有一句齁 好 對好我們後面還有最後一句 好我們把它錄掉 我們再看下面他講什麼呢 我們該去上課了不是嗎 虧你還記得有課要上啊 走啦 等一下 我還沒有 這句話呢 就是說 或者說 他覺得東東還不知道要上課 所以就有點生氣 你還記得有課要上啊 走啦 就把他拉走了 可以兇一點 就是罵他一下 這個超皮的小男生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準備囉 來試試看喔 好 可是 我們該去上課了不是嗎 OK 好 這樣子你就錄完了 好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你喔 好 那我們再給你一個 小拼圖 好 謝謝你喔 好 大哥換你了 好 接下來我們一樣 我們就是一句一句來看 他這個後面的畫 那我們現在會念這個 第二個紅色的 這個 然後呢 凱莉就說 你老爸說的啊 而且什麼什麼什麼 裡面還藏著一堆寶藏呢 那我們下去講 可是我們該去上課了不是嗎 這樣子 我們去錄這兩句 比較短一點 試試看 那我們一樣先聽一次 他怎麼講的 好 你說我們要尋找